为何中国人常喝热水 胃病高发 但外国人总喝冰水 胃却没事 冷热水谁更健康 真相惊人 孙大妈的儿子小林 娶了个外国姑娘爱丽莎 婚后他们一起回国生活 每次全家吃饭时 爱丽莎习惯到一杯冰水 却总被孙大妈劝阻 冰水喝多了对位不好 还是喝热水养胃 爱丽莎笑着说 可我从小喝冰水 身体很好呀 孙大妈听了很纳闷 心想 怎么外国人喝冰水胃就没事呢 她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爱丽莎不仅吃饭准时 饮食也清淡 平时作息规律 不像自己 偶尔吃完火锅 还要再来杯热茶 渐渐的 孙大妈疑惑了 难道不是热水养胃 而是因为其他原因 一 中国人常喝热水 却高发胃病的原因 多喝热水在中国 几乎是个万能公式 不管身体哪里不舒服 总有人建议先喝口热水 热水对身体 确实有舒缓作用 但它是否真的能养胃 可能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 尽管中国人普遍爱喝热水 但胃病的发病率却不低 甚至比一些习惯冷饮的国家还高 这背后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原因 首先 喝热水确实能给胃部 带来一定的舒适感 但温度过高的热水 其实并不养胃 反而有可能带来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 可能增加食道癌风险 如果长期喝过烫的水 胃粘膜会受到持续的热刺激 许多人习惯在水缸煮飞时就喝 而这种过烫的水进入体内 反而增加了胃病的发生风险 其次 喝热水虽然有助于舒缓一时的胃部不适 却不能真正养胃 胃病的发生涉及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 压力等多重因素 许多人即便喝热水 也挡不住众口味饮食 快节奏的作息和高压力的工作 喝热水带来的短暂舒适 远不足以抵消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 中国人胃病高发的另一原因是作息不规律 很多人饮食不定时 饿一顿 饱一顿成了常态 尤其是年轻人经常加班 熬夜 三餐时间不规律 这让胃难以维持正常的消化节奏 胃喜欢定时公餐 作息紊乱会扰乱胃的正常工作 导致胃酸分泌不稳定 即便饭后补上一杯热水 也很难弥补胃部长期过劳带来的影响 很多人觉得热水有益 还因为热水在寒冷时能带来温暖的体验 这种舒适感给了养胃的错觉 但胃病的发生往往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单靠热水既不能治疗胃病 也不能从根本上预防胃部不适 要真正养胃 关键在于饮食清淡 作息规律 避免压力 喝热水可以当作一种辅助方式 但它并不是养胃的核心 适度的温水可以带来一定的舒适感 但仅仅依靠热水解决胃的问题 难免有些一厢情愿 二 外国人常喝冰水为何味却没事 外国人无论东下常喝冰水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尤其在中国人眼里 冰水似乎与伤胃化上等号 但事实上 外国人并没有因为常喝冰水 而比中国人更意患胃病 这背后主要涉及两个原因 身体适应性和水质安全 首先 外国人从小习惯喝冷水 他们的身体早已适应了低温水的刺激 人体的消化系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调节功能 西方人从小接触冷饮 胃肠道早就适应了这种饮水方式 所以即使是喝冰水也不容易出现不适 因此 冰水对味是否友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饮水习惯和身体耐受度 其次 水质安全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便开始大规模改进饮用水处理系统 经过多道消毒 过滤 自来水几乎可直接饮用 也正因为水质安全 西方人认为冰水和冷水的健康风险很低 形成了指引的饮水习惯 因此 饮水习惯和设备的不同造就了冷水 热水之分 中国人觉得冰水伤位的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不仅如此 人体本身也有一套温度调节机制 可以快速适应食物或饮品的温度变化 对西方人来说 冰水和冷饮只是短暂的冷感 很快就能在体内被调节 而不会长时间影响肠胃温度 所以 外国人并不是体质特殊 而是冷水进入胃部后 温度很快会和体温趋同 减少了胃部的刺激 在中医理论中 冷热食物有温量属性的区别 冷饮属于寒性 可能会损伤胃气 因此中医不建议长饮冷水 虽然这些理论没有被现代科学完全验证 但它们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也形成了中外饮水文化的差异 其实 对于身体健康来说 喝水的温度是否合适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只是不同习惯下人们的适应性不同 外国人常喝冰水而不容易伤胃 原因在于身体的逐渐适应和安全的水质保障 三 冷热水哪个更健康 关于喝水的温度 中外观念可以说差异极大 在中国 多喝热水几乎成了万能建议 而西方人却习惯四季冷水不离身 那么 究竟哪种饮水方式更健康 首先 喝温水确实对人体更为温和 温水能够帮助身体迅速吸收 不会让胃肠道受刺激 温水能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身体尽快进入活跃状态 对于消化系统较敏感的人群 温水不会引起胃部症挛或肠道不适 特别是对于有肠胃疾病 消化功能不佳的人来说 温水是更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 适度喝冷水在某些场景中也是有益的 尤其是在运动后或炎热天气下 对于那些习惯冷饮 肠胃耐受性较强的人群来说 冷水并不会伤害肠胃 反而有助于降温和提升运动后恢复的舒适感 科学研究表明 冷水也能刺激新陈代谢 有时适量喝冷水能帮助身体保持活力 在高温天气中 适度饮用冷水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 有助于防止因体温过高引起的重暑现象 不过 冷热水各有使用禁区 过烫的水超过65摄氏度 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的致癌因素 因此 爱喝热水的人要控制水温 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既温和又健康 而冷水方面 运动后或体力消耗后不宜立即大量饮用冷水 因为运动后身体处于扩张状态 突然喝冷水可能引起胃部或心血管痉弯 甚至导致不适甚至晕厥 冷热水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 而是取决于饮用的时机和个人体质 对于健康人群 饮水温度可以灵活选择 夏季高温时喝冷水无妨 冬季寒冷时适量饮用热水更舒适 对有未肠道敏感或疾病的人群 温水是更合适的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根据身体需求 气候和活动情况灵活选择饮水温度 避免偏执于热水好或冷水有害的固定观念 健康的饮水方式并非千篇一律 四 喝水的误区 喝水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事情 但许多人在喝水方式上存在误区 不仅没有对健康起到积极作用 反而可能对胃带来负担 首先 过烫的水并不等于养胃 很多人习惯喝热水 觉得水越热对身体越好 尤其是对于胃部不适的人来说 更是偏爱烫水 但实际上 水温过高会灼伤胃黏膜 长期饮用烫水会增加食道黏膜受损的风险 食味黏膜持续处于修复状态 进而提高患病风险 其次 饭后大量喝水会冲淡胃酸 影响消化 很多人觉得饭后多喝水可以帮助食物消化 但实际上 这可能适得其反 水会冲淡胃酸 而胃酸对于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是必不可少的 饭后立即喝大量的水会使胃酸浓度降低 减弱胃的消化能力 导致食物在胃中停留时间延长 引发胀气 胃酸倒流等不适 另外 空腹大量喝冷水会刺激胃部 尤其是在刚起床时 胃部尚未完全苏醒 突然大量喝冷水可能导致胃部血管收缩 引发胃静磷或疼痛 同时 运动后大量喝冷水也是同样的道理 剧烈运动后血管扩张 直接饮用冷水可能导致血管和胃部肌肉的急剧收缩 引发不适 甚至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最后 过量喝水并不更健康 因为追求每天喝大量的水 有时反而会给肾脏和胃增加负担 每天的水分需求因人而异 饮水过量可能导致胃部扩张 诱发胃胀甚至胃痛 正确的喝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 但错误的喝水习惯则可能对身体带来隐性负担 要保护胃部健康 学会科学 适量的喝水 选择适当的温度和时机 才是对身体真正的呵护 喝水的温度与方式不仅是个人习惯问题 还关系到健康 中国人普遍推崇热水 而外国人则常喝冷水 这种差异源于文化背景 历史习惯和饮水安全 尽管多喝热水在中国被视为养生秘诀 但事实证明 过湯的水可能损伤胃肠粘膜 增加食道癌风险 相反 冷水适量饮用对身体并无大害 尤其是在安全的水质保障下 许多外国人长期饮用冷水 也不会产生胃部问题 科学的讲 温水既能舒适地补充水分 也不刺激肠胃 适合大多数人作为日常饮品 而冷水在运动后或炎热天气下 能带来清凉感 但需避免在胃肠道敏感时大量饮用 健康的喝水方式因人而异 不拘泥于多喝热水或喝冷水 根据身体需求理性饮水 才能真正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感谢观看